字幕提供 乖寶你開麥?乖寶 小乖寶 捷克晚安 然後副主任晚安 小乖寶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43歲 新北永和人 43歲新北永和的 這位小姐姐 乖寶你想問鄧副主任什麼? 我就是聽了一晚上的直播 還有網友的發言 我爸也是在大陸出生的 湖南人 後來是 當軍人49年跟著國民黨一起 來台灣的 只是我很小的時候他就過世了 好這個是提完話 我覺得 我一整晚聽到副主任講好多次 左右逢源這四個字 可是您又說美中關係不好就不好 就是這感覺好像就是 不是台灣任一個政黨可以解決的這樣子 然後我個人其實一直最近都覺得 國民黨在走死路 感覺就是緊抱著不放 想要走的一個好像很 有點跟民進黨有點平行的 類似的道路 就是這裡面沒有人是敢大搖親中統一的旗幟 可是最後還是一樣可能會失去一切 那這樣還不是綠營只會越來越大 然後最後兩手一攤說 沒辦法這就是人民的選擇 那我想要問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都沒有機會執政了 那大陸事務部要做什麼 那如果要靠政策來吸引選票 那民進黨執政的這幾年 我們其實對大陸的外銷依賴度都就有更多 那所以只要大方 大陸一直持續的單方面會台 那台灣人民其實感受不到差異的話 那你們又要怎麼重回執政 來副主任 我們現在有在努力 對啊 我們一方面 像我經常寫文章告訴我們民眾 你看現在兩岸關係不好的時候 那你很多經濟發展就受到影響 你這個觀光客不來 你各行各業就受到影響 我們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曾經參加WHO 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 民黨執政的時候這幾年也沒有 就沒辦法被參加 沒有被邀請 我們曾經參加這個世界民航組織 世界刑警組織 現在都沒有了 然後這個 我們這幾年來 我們斷了7個邦交國 那這個其實我想人民都已經看得出來 在民進黨當政之下 兩岸關係緊張 所導致對台灣的傷害 那國民黨執政其實 這個滿久執政這些年 邦交國都是維持住 同時可以參加WHO 參加這個各個組織 還跟這個新加坡 跟這個紐西蘭 簽了經濟合作協議等等 我們都在努力在告訴民眾就是說 國民黨有這個能力 這個因應這個大陸的經濟的發展崛起 我們能夠為台灣創造一些這個和平紅利 那這個是我們在努力的方向 我們在努力的方向 我們也希望民眾都能夠知道這樣子 不好意思 副主任 因為我那個財數學前接觸不多 如果我們調了幾個邦交國 您剛剛說八個嘛對不對 七個 七個 我們調了這七個邦交國 對我們台灣有怎麼樣很大的損失呢 現在我們就剩十幾個十五個了 如果哪一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我們 那我們不是就在這個世界上等於消失了嗎 是不是 過去我們參加WHO 我們可以拿到每年流感病毒的樣本 我們都可以拿到 我們可以及時的做一些這個流感疫苗 那這幾年沒有參加了之後 我們這個都要透過其他的地方去拿 就比較困難 那對於我們這個人民的健康 也會受到一些影響等等 其實這個影響很多啦 影響很多 對啊 好 我大概了解了 然後我還想問您就是 因為我剛剛很感動聽到您說 您個人的意象或是貴黨 就是是和平統一的啦 長期是和平統一 就希望統一的對不對 我剛剛有聽到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 徵修條文跟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覺得依法來做 好 我知道 依法來做 那我想問就是因為 像我真的是支持統一的 我想問就是2016年之前 八年的時間 就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為什麼也是沒有跟大陸談統一啊 那現在說我們要體諒什麼 我覺得也是 就是八年的時間難道不夠談嗎 掌權的時候也根本就沒有談啊 也是不敢行動 也是怕可能行動就沒有選票啊 所以你們也不希望大陸統治台灣 而你剛剛講的統一是台灣 去統治大陸嗎 我常常會跟我的朋友講 我說1949年兩岸分隔海分治 那1987年等於說過了40年之後 大家才初步的開放交流啊 那我覺得經過這麼多年的隔閡啊 其實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跟你舉例啊 我們在談判的時候 在協商的時候 我們連中文字有時候都不一樣啊 就像大陸講這個電腦 它叫計算機我們叫電腦 對不對 大陸很多用語都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光這方面的協調 就花了很多的時間了 所以這個雙方在經過長時間隔閡之後 真的要增進互相的了解 互相的尊重 是需要花時間去處理這個事情 我舉個例子啊 我們海基海協兩位 剛開始恢復協商的時候 雙方其實並不是那麼信任的啊 所以雙方領導人誰站右邊 誰站左邊也吵了半天啊 也爭了半天 因為中國人自古是右邊為大 所以但是經過了交流 雙方這個互相尊重了之後 就變成地主的主辦方站右邊 然後客方就站左邊 這也是經過協調才來的啊 所以你會覺得這是細節問題 還是關鍵的問題嗎 這是有沒有互相的 有沒有互相的問題 沒關係你的意思 我大概知道 因為我怕有些跟前列重複 對我就講 這個雙方要真的建立互相 這個是一定要有一個過程 不是說八年 就是短時間一蹴可蹟的 我們經過這樣子的協商 才知道就是說 其實真的要增進雙方的互相 那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然後雙方真的要有互相之後 談事情就會比較方便 然後其實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我們立場應該是 不能算完全一致啊 可是因為我也是不支持 現在台灣的執政黨 我覺得這一段應該跟 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我永遠聽到 常常聽到國黨的人 就是會說民進黨 就是會比國民黨會選舉啊 就這樣啊 然後台灣就被這些人玩弄啊 國民黨感覺就只會找理由說 這情況真不能怪我 因為都是選民害的 選民不相信國民黨啊 我們沒有辦法換了政權 我現在沒有在台上 民主制度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從政的人不是應該有一些理想 就是政治訴求跟理想到底在哪裡 像我沒有從政啊 我們只是一個平凡人而已 我們發言都覺得有點危險的那種 但我心裡覺得誰知識統一 我就投誰 也許可能你們在你眼裡覺得 自主播可能只是5%的台灣民意而已 但是我認為可能大家都低估了 低估了自己也低估了人民的力量 不然我們這些發聲的台灣人是為什麼 我覺得聽到如果我們下台了 所以沒辦法 是覺得會有點遺憾的 如果毛澤東當初也這樣想 會有新中國嗎 那大家是不是會感覺說 政治人物都是足善其身 可是卻舉著公眾的利益大旗 那反而會覺得很噁心 我們當然都是沒有位置的 我們就是百姓人民而已 可是我們都願意勇敢發聲了 從政的人難道還要兩手一攤嗎 就是有些話我們聽起來 真的覺得有點像管強 像您剛剛一直說兩岸關係緊張 那請問如果要不緊張 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規劃 是要擁抱統一還是繼續緊張 或是你會真的真心的覺得 您剛剛講的就是 表面上的和平或是重回一些 就好像我們去打奧運這樣 以中華台北的名義 重回一些國際的組織 就很好了 這就符合我們人民的中長期 甚至更長遠下一代 下下一代的利益呢 為什麼需要領導 為什麼選出有智慧領導這麼重要 因為我覺得民主就是建立在人民是有智慧的這個前提上 可是事實上是嗎 事實上就不是啊 大部分都是憑感覺 就投票給一個根本不了解他的人啊 那您剛剛也有 就是你們討論也有說到說 我們現在媒體啊 教育啊 特綱啊 都被執政黨 掌握了嗎 嗯 那未來怎麼辦 好 那個那個 乖寶師 對 時間關係我們讓 讓讓副主任回應一下好不好 好謝謝 謝謝乖寶 來副主任您回應一下 我覺得這 這位小姐講得非常對啊 我們也希望您這個 多多出來發出這個正義之聲啊 讓台灣這個有這個正面能量的聲音能夠 能夠能夠講出來啊 那我們也也正在努力當中啊 我們正在努力當中 這個我想我過去在海積會幫忙 這個協助台灣人同胞解決問題 我自己覺得很有很驕傲 我也覺得自己的付出啊 我覺得就對於我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正面的肯定 現在我沒有了這個位置 所以我就沒有這個舞台 我自己也蠻 就感覺蠻失落的 蠻失落的 那我也希望哪一天有一個機會 我還是能為台灣同胞做一點事情 然後能為兩岸和平貢獻一些心力 我覺得這是我這個自己人生規劃 我覺得我願意去做的事情 我願意去做 你願意努力啦 但不主要您今天願意來上我節目 然後來 花這麼多時間來跟網友來互相溝通 這樣QA 我覺得你就是 就是在盡你一份心力 我真的很感動 謝謝 不管不管大家同意與否 但是這個溝通的過程 我覺得就是一種 往前邁進的一步 好 那那個乖寶 那就這樣好不好 我們要下一個發言 好不好 謝謝以後多給我們 多給我們鞭策 多給我們鞭策 然後多多多利用各種管道 發出一些正義之聲 謝謝你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乖寶 謝謝乖寶 拜拜 好 來我來謝謝 來讀一下留言 Reyman C 靈魂的疑問 中華民國建立是為了服務中華民族 中華民國已經成為 中華民族復興的絆腳石 這是選擇的題 很簡單 嗯 就是我 就是很多對岸的網友覺得 我們現在是在 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絆腳石 因為我們現在是幫著 美國去反重 這種講法 你覺得這個講法怎麼樣 副主任 那 這現在因為是民進黨當政 我覺得 可能民進黨這個 親了親的 比較過頭了 比較過頭 那過去我們這個 在台灣的中華民族 我們很努力的幫大陸復興 嗯 我就常常講我們從 1989年 在大陸發生天安門事件之後 所有的外商都撤出大陸 就只有台商進入大陸 所以我剛剛跟您報告過 你看 在一個崑山 有50%以上的企業是台商 就是 對 就是我們其實有在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們已經有在 曾經扮演過的角色 對 台商其實扮演過的角色 就是對岸的網友也不要忘了 就是台商以前 的確是有 我們也在 也在幫忙做這個事情 不是說 好像現在 說不統一 就是 妨害什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不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的確民進黨政府 的確是做的有點 就是太 實在是太誇張了 只能這樣講 就是 唉 好啦來 對 來 瑞門C 拋開憲法 請問 貴黨內 有人希望統一嗎 有啊 鄧主任不是說了嗎 來 追望 藉著乖寶的話題 想要鄧主任說一下 國民黨最近輸了幾次後 很多藍營中高層 和名嘴羨慕綠營 想要模仿民進黨的路線搶選票 齊白石說過 學我則生 向我則死 國民黨也是如此啊 國民黨現在有要學民進黨的這個路線嗎 我相信你們有路線之爭嗎 你方便講這一塊嗎 當然 這個 因為國民黨這個 內部的人很多 因為包含的人非常多喔 對 所以各個有各個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嗯嗯嗯 那 所以 主流路線還是像副主任你這一 這一派的嗎 主流路線 當然當然 我想大部分是像我這樣 嗯 當然希望這個爭取人民的支持 希望兩岸合國 希望這個多交流多 多溝通 我想絕大部分的國民黨的同志們 都是這樣子的想法 嗯 然後又用這樣子來爭取這個選民的支持 你看現在我們地方政府 我們執政有15個縣市嘛 嗯嗯 也是佔絕大多數 嗯 所以一方面我們透過縣市政府的服務政績 讓這個台灣同胞知道說 我們國民黨執政 執政的縣市 我們有真的是提供給大家很多的這個幫助 協助讓大家能安決任 嗯 那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大家能夠 團結起來 如果說我們 執政的縣市所拿的選票都能夠 變成這個真正大選的時候選票 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2024年我們還是有機會 這也就是為什麼 今年這個 現在確定又要 就是那個黨主席又要選 對 現在為什麼很多人就願意出來選 他們認為說最近民進黨的執政 包括這個防疫 包括這個萊豬 包括一些的事情 其實我相信台灣這 人民是有智慧 都看在原理 我知道 但是鄧副主任 容小弟我說一句直白的話 是 貴黨要團結啊 貴黨 貴黨實在是 你就是這樣 貴黨拜託團結一點好不好 貴黨真的是 我一定 我泛藍的都看不下去了 真的是 好了 你自己應該 你自己應該知道貴黨內部 不太團結 好不好 好了 我們會從 從下到上要求要團結 好 來 我們在失去執政權這個 你看已經六年多了 對不對好多年了 我們其實 這個整個國民黨上下其實蠻痛苦的 是 這個我們會痛定失痛 真的是痛定失痛 你看黨產被 被查封了 現在我們連 這個 下一次你 起碼國會要引回來啦 起碼 這起碼基本的 好那個 鄧副主任 我念一下留言 我們接下一位網友好不好 來 好 這位女士說得好 鄧主任這是靈魂思考 請你好好思考 台灣認同中國大陸制度 認同民族統一的 真的有嗎 來 這個Fan Blue 再和鄧主任說一句 我常常聽到台灣人民反對 統一的原因就是 害怕言論要管制 要求民主選舉 這些東西一國兩制都給了啊 國民黨反對一國兩制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回答你 就是覺得一國兩制不能持續下去 因為看到香港那樣子 對 就覺得中共不可信 我可以回答你 來 是這樣嗎 對啊 台灣民眾覺得 你承諾的一國兩制是可以被打破的 所以不相信你的承諾 台灣民眾現在這樣想 來Eason Silent 無論觀點和立場 在這個年代 願意理性交流就很不容易了 謝謝鄧主任 對我也是這樣想 來 Eddie Tan 鄭主任我是東南亞海外華人 我也認為台灣是給中國拖後腿 海外華人有這個感覺 來Eason Silent 這期的小姐姐各種戰力爆表 直飛上海小姐 直飛上海來了 好好好 Fan Blue 國民黨和台灣人就不怕美國人和大陸達成交易 最後是一國一制 也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直接 直接 中國大陸跟美國就喬好了 台灣就結束了 有沒有這個可能 你覺得 過去曾經有很多學者擔心 如果說美國跟大陸達成什麼協議 把台灣賣掉的話 是有人擔心 嗯 有可能 但是 對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觀察 那個美國的政策還是穩定的 就是三個聯合公報跟台灣關係法 對 這個方向好像並沒有改變 是這樣啦 但是 美國 他的歷史紀錄也不是很好 哈哈哈 好了 來 那個我來唸一下微信的留言 好 謝謝明 然後謝謝回 加油 謝謝元 回國請你吃沙沙餡小吃 好謝謝啊 丁來上海請你吃飯 哈哈 謝謝好來 下一位網友 來 直飛上海 直飛上海你開麥 但是 我是 家人 無人 認真 才可以 我們 嗚呼 今天的